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想请教一下你 特别是以比特币一哥来计算 其实应该2月以来没试过 一口气连升整十几天 令到大家都觉得 咦 是不是回来了 其实最近这个热力 是由哪里开始 为什么会来的呢 其实也不算什么热力 其实就是 我想就是之前 比特币是很急 比特币跌的原因 就是由高位跌了百分之四十 可以看到图图也是这样 那原因就是 其实监管 其实主要是 我想大概一两个月 就是在比特币跌的 大概一两个月之前 就是监管上已经放了风 那就是说 其实比特币 或者任何加密货币 都需要受到监管 的确实是多了很多类似监管的 之后也有很多类似监管的一些消息出来 无论是美国 或者是中国 或者全球也是 韩国 韩国也是 其实他们是 我不可以说他要打压比特币 或者打压交易 但是他觉得他应该要摆 更加严密的监管 其实那些例子 全部都没有很出来 就是说他们怎么收税 究竟应该摆在什么监管 框架那里 其实都没有出来 很多都是在谈 但是看得出 那个感觉上 就是越来越紧 所以市场就先跌下来 大家都很害怕 大家都很害怕 就是究竟你会出什么 其实市场最害怕 就是一些叫做什么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 你有那么多我不知道 发生的事情 那我就当然先卖了 另外就是之前比特币升的那些原因 其实就是 比如资产的泡沫 美国的放水 还有就是很多的美国的大机构 例如Tesla 买比特币 MicroStrategy MicroStrategy Square MicroStrategy 直接按了自己的股票去买比特币 即是All-in 基本上是将全都去比特币 就是一些 那我们也看到的是 我们公司看到几倍的进入 尤其是一些大的institutional 即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的资金 我想自从去年9月 6至9月那里 我想起码都是相对于散户 就是资金率 我想是三四倍 三四倍 三四倍左右的等值 还有 还有多少成是机构投资者 多少成是散户 我想资金来说 基本上是 如果只是6至9月那些新的资金 我想是有九成 九成都是机构投资者 九成都是机构投资者 因为它的资金量大 之后我会讲一下为什么 但是主要原因就是 比特币就是跌得很快 其实跌得十分之快 基本上是断崖式地下跌 你的市值也缩了很多 是不是 太多因素了 其实市值缩了一半以上 太多因素了 就是监管的原因 还有缺乏了一些正向的主持人 还有Coinbase上完市后 其实就结束了 是的 故事又结束了 那些巨型IPO之后 是的 超巨型IPO 好像魔咒 是的 超巨型IPO 就是超巨型IPO Coinbase的巨型在什么程度呢 它的估值比纽交锁更大 其实一听就知道 不是太合理 超巨型IPO 所以加上矿工的打压 就是最后一批是矿工打压 所以你回了下来 所以就掉下来